我們公佈了一大堆新的作品 其中兩隻就是這個Predator 有很多,可以留意一下我們跟TV 和之前我們分享的Facebook有些相片 咦,那隻哥斯拉 在這裡 嗨 吃什麼 這邊 這是上一套哥斯拉 這是之前出過的 這個是14年的造型 但旁邊這隻 連任何TV都不用說了 這隻也不知道 這隻不是今次那隻 這是新的 這是King of Mons 裡面那隻 名字和造型 就是classic 大家都知道之前有一隻飛鵝 的怪獸 Mosler 這個就是 但是這次 好像一隻螞蟻 好笑 有隻螞蟻 飛鵝 沒有理由的 會不會這隻只有其中一隻 一口就咬了 你看 很大隻 這隻不是那隻 先看看它的上色 以這種價位的狀況 是很精彩的 有的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還有這些關節其實是可以動的 有些小手 即是有一個關節 有的有的 腳都有的 其實就 挺有趣的 但是是不是同比例呢 不知道 我懷疑 沒看電影 沒說 他就一起出的 我覺得都差不多 沒理由不同比例吧 我覺得差不多 怎麼打 對 這個是紅打 那他不停在那邊飛 不停在那邊飛 捉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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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的翼這樣 整個都不容易成為目標 被人一燒 一燒 一燒就沒有了 他的火 又射不到面 但他以前那套 他的翼 有那些不知道 這樣的粉 弄出來 對 不停在那裡 就拿著他 這樣 好痛 那我們留意一下哥斯拉的關節 他的尾龍骨 都分了很多節去處理 他沒有噴火部 這隻沒有 這隻沒有 因為他很大隻 盒子很小 S-HF 我們上次介紹的那隻 就是有 他主要尾龍骨 分了三個 那隻 一 一 兩 三 四 五 六 七 可以的 八 一次 對 這個 我有上一個版本 有一款幅靠 這款幅靠裔 stage 而且頭部的關節更漂亮 這個位置更漂亮 以美換來說,這款是日換的可動質素 我們上個月可以介紹過一款 那款是舊的 這款是一套戲,這款是65週年 那套戲是嗎? 不是,今年才是65週年 這個造型是2014年美國拍的哥斯拉的造型 這款是比以前的哥斯拉的設定高大很多 整棟大廈高於大廈,這款是很大 沒有一個矮盒,這個放大多了 我看見他的盒子只有三隻介紹 沒有了這個傳說中的三頭龍 三頭龍很期待 這隻好像是鷹那隻怪獸 這三隻都很經典,但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三頭龍 一定有的 這集是否只有King Kong那套 好像沒有 King Kong有另外一套 這集有三頭龍 但這個沒有 這次說過好像有6-7隻怪獸 King Kong有另外一套 但是他們說會拉同一個世界 對,拉同一個世界 因為他們一起加大了一套 對,King Kong加大了一套 28美金 Skull Island Skull Island 其實他也被迫要加大的哥斯拉 因為你現在的哥斯拉走出來 用舊的高度 走出來是很矮得得的 是的 埋沒了 是的 其實很多人跟那些舊設定的東西 現在都開始轉回新的 到架構 例如初號機也是加大很多 去到新電影版 其實哥斯拉也是這樣的 平時那套真人版 我超級中央賽 我覺得超級中央賽會大很多 原來這樣玩的 他整個城市 對 有幾間部門 其實不是很合理的 原來他們也可以當男朋友 當然不是啦 是奸的 在日系來說 這種是合體來的 可以這樣做嗎 朋友 現在是一起去郊遊的那種感覺 差不多 差不多 好好的 咬 咬 這套戲很快要做 應該就快了 是的 其實我一直都不是哥斯拉的粉絲 但是上一套就很漂亮 我覺得 你會有那種 你好像在玩一些 ER遊戲 當你在戲中看的時候 你說哪一套 一四年 對 就是這一套 今個月尾 可能是五月三十 差不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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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來個高潮 我們拍